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麥克大叔 那今天來到永和區的阿張吐托魚羹 那已經來訪過是應該算是第三次了 但是我今天要吃這個跟之前都比較不一樣的餐點 那各位可以再看看 那老闆十點才剛開門 就已經有客人登門來買東西了 那菜單在這邊 那稍微都有一些微調 可以看一下 因為最近的 跟之前的比起來 這邊的小菜跟滷味也是一絕 可以來頂看看 蠻好吃的 那其實我今天要介紹就是這個清湯的部分 清湯裡面就是有一點大骨跟白蘿蔔燉煮的湯頭 那滷肉飯也是很夠味 看起來就是很漂亮 好,那這個就是台式跟湯 前兩集有介紹過了 然後台式跟湯加這個醋 那今天要介紹就是這個 我上次沒有拍到的這個排骨書 那都是現炸的 那剛剛微調的意思 我是指說就是從三年前的影片 跟現在比較的話 三年前的影片 好,老闆那我今天要一份那個排骨 排骨酥 那一份是一百嘛 排骨酥喔? 排骨酥六十 欸,我說錯了 好,那一份六十 然後我還要那個 土拓魚跟飯 加一份魚酥 然後我今天要用清湯的 好 欸,謝謝 欸,老闆那這個排骨酥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以說一下嗎? 排骨酥不是說 差不多一般跟外面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 差不多啦 個人做的手藝都不一樣 這樣 這十個人來十個人來做的手藝都不一樣 那會不會豬肉就是有 比較挑選過啊,什麼這樣 豬肉就是我們那個肉骨排 肉骨排 對,都排骨啦 肉骨排 這是用這個當天新鮮的 對,當天做當天用啊 是 所以還是有這個注重的地方 這豬肉店的 不是冷凍的 你安心使用 不用怕 我們這個不是冷凍食品 OK 因為老闆的東西都很好吃 就是稍微提一下 他這個東西好吃的原因這樣 好,那這個就是駕槓的台灣小吃啦 噢 噢,外賣的來醜 好,那今天就是我包場啦 那用餐區目前都沒有人 大概可以做十幾個人吧 好,就是一個家庭式的料理 但是東西都是非常的好吃又便宜 那餐具的話就是有這個鋼 應該就是鐵塊啦 鐵塊跟鐵湯匙 所以就是還 各方面都還蠻注重的喔 好,那老闆跟我一樣 有這個中餐餅級封條證照 所以這個 可以放心喔 好,那桌上有兩種辣椒醬 那這個是加在麵裡的 如果你想吃辣的話 然後這個辣椒醬是加在小菜上的 好,那從店內往往出去 那其實 才剛開門已經陸陸續續對我們來吃了 生意是不錯的 好,那這個魚書照一下 那每天就是 它就是少量少量的炸 所以會 用完就炸 用完就炸 就保持這個魚書是新鮮的 這樣子 好,那這個排骨酥就剛炸好 就是這樣 來 謝謝喔 好,那他小朋友都很乖 都會幫忙 都會幫忙 好,那現在就在做了 就是飯加這個清湯 好,那這樣就好了喔 好,那吃起來就是 看就知道跟上次完全不一樣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個湯 太濃的話 可以選是清湯這樣 那我這次吃的是 這次吃的是飯 好,因為它這個是 用大骨跟白蘿蔔燉的清湯 所以還蠻甘甜的 好,裡面就是有灑這個 胡椒 然後 香菜 還有這個 蘿蔔這些 好,那喝一口湯看看 那今天天氣還蠻冷的 嗯 就是很清甜喔 這樣子 然後白蘿蔔的味道蠻重的 配上這個 超級巨大的 這個 土托魚塊喔 可以看到它有多厚實喔 薄薄的一點粉 然後裡面全都是魚肉喔 真的超好吃的 我還蠻常來這邊吃的啦 好,那這個很美味喔 嗯 好吃 嗯 很美味喔 好,那我剛剛 我已經吃了一塊魚酥喔 但是我有加一份魚酥喔 好,可以看有幾塊喔 總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塊喔 好,剛好感冒也需要吃比較清淡啦 才比較不會咳嗽喔 然後就配這個飯吃 很好吃 好,就算是下一塊 它也還是一樣那麼的飽滿喔 好,炸得很金黃剔透這樣子 嗯 嗯 超好吃的喔 如果你沒有加魚酥的話 它一份才七十多塊而已喔 就隔一個橋再永和 東西就真的便宜很多喔 嗯,好吃 然後 都是滿滿的都是魚肉喔 喔 噢,讚 所以這個是它生意好的原因喔 就是東西好吃CP值高 很實在這樣子喔 像我一樣很實在 哈哈 嗯 好吃 很美味這樣子喔 嗯 嗯 嗯 喔 可以當早餐吃 可以當午餐吃喔 就很豐盛這樣子喔 好,讚 因為我感冒我今天就不加辣啦 加辣我會一直咳嗽一直咳嗽 嗯 好,那這次分數還是100分啦 只是 這次吃的是比較清淡 如果你在夏天的話 覺得它跟湯太 太燙的話 就可以選這個清湯類的 噢,很好吃 好,這是魚酥的部分喔 好,再來是這個上次沒有介紹到的排骨酥喔 那這次就介紹到喔 那它有的會有骨頭 有的不會有喔 就是那種傳統的風味喔 好,沒有吃的 因為剛剛那個肉被我一口吸掉了 所以我還要再重新找一塊再吃給你看 裡面就是有這個 這個應該是有糖跟胡椒粉 還有鹽去調味的喔 它有醬油啦 它五香粉跟這個米酒的味道比較明顯喔 好,就蠻實在的這樣子喔 好,但是有的一定會帶到骨頭啦 好,那這個也很好吃 也可以給它獨立成,買成是排骨酥麵或飯這樣子喔 但是個人覺得最好吃的部分還是這個魚酥啦 好,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啦 剛好咬了一口這樣 裡面這個肉汁很多 很好吃 然後很新鮮的豬肉這樣子喔 然後上面還有胡椒鹽的味道 然後這個分數我覺得是90分啦 那喜歡吃排骨酥的朋友就可以點啦 不過個人覺得啦 個人覺得它的這個土托魚酥才是這邊的主角啦 建議你還是點土托魚羹 這樣你就知道說它有兩種羹湯底喔 一個是濃的 台式羹湯,勾芡的 一個是清湯的喔 因為他們沒有名片喔 就影片到這邊喔 就個人覺得他們的東西就是很實在喔 CP值很高 然後架槓台灣味喔 那夠有來就祝你用餐一塊喔 掰掰 麥克風 謝謝 你的考驗